香港海关联同印度海关第一次征破犯罪集团 利用跨国钻石贸易洗黑钱 涉款银益 两地分别拉了四个人 这批钻石 再看看这批 两批钻石看起来一样 但实质不同 部分是海关破获洗黑钱案的时候 检获的人造钻石 海关财富调查科年初 与印度海关情报交流的时候 发现有犯罪集团在两地开设贸易公司 前年利用香港公司申报超过130次 由香港出口天然钻石去到印度 但印度海关检验之后发现是人造钻石 价值只是天然钻石的百分之一 亦都怀疑印度公司将犯罪得益 当作正当贸易货款回到香港清洗 涉款合共五亿 海关调查发现涉案的贸易公司 持续出现交易频密 互相转障等情况 并不是一般公司的营运手法 海关上星期突击搜查 尖沙咀四个办公室和四个住所 拘捕四个30至56岁的男子 三人是非华裔 当中两人是集团主路 亦都即时冻结被捕人士多个银行户口 大约570万的资产 印度海关亦都在当地拘捕四个人 海关又说越来越多洗黑钱活动 趋向涉及跨境元素等等 未来会继续与海外执法机构加强沟通和合作 无线电视记者梁炳祥报道